下面我们做的这道菜叫鲜味鱼丸 鲜味鱼丸 做这道菜 首先要准备的是 把红萝卜跟土豆切成丁 放在一边 然后把鱼片加金盐加胡椒粉 用搅拌机把它打成 碎末 然后再加入几片的薄荷叶 薄荷叶 然后再用搅拌机 把洋葱 番茄 和蒜头 加水 一起打成汁 在锅里加一点少许的油 加热 然后再在鱼肉里面 加一点胡椒粉 再把搅拌机里的汤汁烧开 加入红萝卜丁 另外再将爆炒的洋葱 加入烧开的汤汁中 在这汤汁里面 加少许的鸡精 用慢火 用慢火 慢慢的烧 再加一点辣椒酱 是微辣的辣椒酱 再把腌制好的鱼肉 加鸡蛋 加淀粉 墨西哥这边的玉米做的淀粉 把它搅拌均匀 做成鱼丸 然后把做好的鱼丸 放入烧开的汤汁中 这个汤汁是有番茜 洋葱和蒜头一起搅拌起来的 接下来倒入切好的土豆丁 快要烧熟的时候 再加入少许的香菜 整条的香菜 这样 这道菜就算完成了 别再加均匀